我第一次来成都是1992年 我很多城市都忘了第一次啥时候去 但成都我印象是极为深刻 因为是我人生的第一勺金 因为92年2月研究生放榜 然后不幸落榜 因为是我人生第一次落榜 不要说落榜了 就是我到电视学院去看那个榜的时候 直接就往那最顶上看 因为我从来放榜的时候 不管什么考试我都在那最顶上 结果从上上就没有 然后这回事到最后还是没有 当然一共电视学院也没几个人 导演戏那年一个都没录取 我当时在没吃早饭的情况下就吐了 就是哇就简直人生的这个受到重大打击 完了以后就在电视学院门口找了一公众电话 打给我一哥们吧 说不行我得找工作了 这没法回家了 当天就没法回家了 因为我们家的规定是不读书 不能在家住的 然后他说好啊那你就来这儿我们这儿工作 我跟领导说一声 我就去了雅市 那是二月份的事 三月呢成都就办糖酒会 雅市就派我们一个小组 电影实验老肉并餐 就是除了没考上研究生的 就是被开除的 什么进修的 一支学渣小分队吧来了成都 哇到这一看都晕了 这我整个城市 彩旗飘扬所有的楼都被打的那个条幅蒙住啊 然后每一个地方连发廊都关了都变成展示 所有的烟酒糖茶吃的喝的全来 正大极了 然后坐着出租车 只要摇开窗户就有九支陈皮什么 不要钱的啊 然后到了晚上我们学渣小分队里有一个 后来成名了成了一个著名演员叫王倩 他后来演了中安六组里那季节 当然是我们的制片 突然一碗秀子说 既然来了咱们干脆这么多企业在这 咱们来来广告拍吧 我说行吗咱行吗 这么这么残的小分队 他说行咱试试 我们就到了成都大酒店 哎是叫成都大酒店吗 好像是 晚上进去一看有一个河南民泉葡萄酒厂 我也不知道这厂还在不在啊 正在那办招待会各地经销商什么 在那厂长在那抽出满志 王倩突然为我们说 哎咱赶紧响一广告 然后我现在就去找厂长了 然后我们就说 想活九十九 尝饮民泉葡萄酒 其实这可以适合所有酒 王倩就去了 然后啊 就看在远处跟厂长一通 掰扯 这个厂长特高兴 过来一会儿说 快说预算多少 快说我们就跟这个 谁也没干过呀 当时都二十二 一二岁 然后预算多 预算多 八千八千 八千块钱 那时候一公务员他挣七十二 然后王倩就又过去跟厂长聊了一会儿 厂长说了 拍俩 一万六 哇 那时候谁见过一万块 那时候有一万块 叫万元户 那就非常有钱了 我们当时腿走路都一顺来了 然后常常说 小赵 给他们一万六 小赵 把那个衣服一线 这捆着很多钱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卡呀 什么这那都没有 那哥们把现金绑身上了 从河南来到成都 然后从身上 哐哐哐 这线的手段似的 就拿下来 然后我们就拍了来广告 然后就我们就拍了来广告 当时油菜花开 三月的成都塔还没了 漫山遍野 放广汉走 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地 根本不用置景费 在那里我们一共就花了钱 做了一个蓝色的小木箱子 在里放了一瓶民权泼酒 然后就高速拍摄一个女生 哇 成都女生太多了 然后遍地都是美女 美女在油菜花地里跑啊跑啊跑 然后旁白然后到那哗哗打开信箱 信箱里有一瓶民权泼酒 最后我们四个人啊 每人分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啊 你想一看 你说一年的工资 八百 总而言之成都就是我 这个人生的大福利